Hello 大家好 珠珠春奧 內地多個省市疫情升溫 深圳和東莞都封城 上海就收緊出入境核酸檢測有效期至48小時 廣東和上海原本都是澳門主要的內地客源市場 近日房屋旅客回落很多 對本澳博彩旅遊業復甦帶來不明朗的因素 六間在香港上市的澳門博企 跟隨大市全面捱沽 由開市沽到收市未好過 收市六大博企豪賭股 除880澳博跌9%之外 其餘五間跌超過10%以上 永利跌得最近跌了15%收市 大家都小心為上 千萬別想撈底 好似9988阿里巴巴 現在跌到變阿里媽媽 罵極未見底 花旗因應內地疫情升溫 下調今個月澳門博彩的收入預測 由原來70億賭收下調至45億 花旗表示根據行業管道得知 澳門今個月頭13日日均賭收只得1億1400萬元 較今個月頭6日日均賭收大跌38% 又說澳門當局現時要求來自廣州、深圳、東莞和中山入境旅客 前往澳門後必須在指定地點進行為期14日的防疫隔離 為反映最新趨勢 所以下調澳門3月份博彩收入預測 另外有分析師又警告說未來幾個星期 澳門可能因應內地新近爆發的疫情 而面臨進一步的壓力 3月前13日日均遊客數已較2月和1月分別減少3成1和2成9 由於擔心內地可能爆發的大規模疫情 短期內收緊的旅遊政策會限制到澳門的旅遊 所以珠海或澳門如果任何一邊爆發有零星的疫情 都可能導致通關暫停或嚴格的限制通行等等 OK,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,拜拜